因為當時中國大陸北京政權他們就認為說 他們要仿造古時候乾隆的這樣一個精品撤遷制度 因為其實這樣這麼做才有這種正統性 他們對統治西藏有這種合法性 那可是達賴認為不需要 可是當時北京當地他就選定了一個洽札倫波切 洽札倫波切他是一個在日克澤的砸石輪布式的一個活佛 他是負責組成這樣一個早轉世靈童的一個 主要負責工作的一個組長 那當時他就想說我可以仿造1949年 不用精品撤遷的方式 又可以讓北京當局先認定這個轉世靈童 就是新的十一世班長 然後再經過達賴認證之後 這樣皆大歡喜 北京先宣布然後達賴又承認又認定 那這樣就沒問題 所以當時北京把這個問題 江澤民就交給了洽札倫波切去做 那洽札倫波切就按照開始的這個制度 就開始尋找了幾個靈童轉世的候選人 找到了25個候選人 人家是一個多難求他可以找到25個 他找到25個 那當然先找大的範圍再找縮小的範圍 比如說當時這個達賴喇嘛 來根據一些他們的以前的這個 藏傳佛教的儀式啊 然後還有包括第十四的這個班禪 雀吉兼戰 這個元吉之後 他所出現了一些很奇怪的意象 然後鎖定在比如說嘉麗縣出身了 反正就找到了一個之後呢 可是後來因為在協調的過程當中 這個洽札倫波切卻違反了這個北京要求他 先由北京公布的態度他在1994年的時候呢 他就先跟這個達賴喇嘛講了 然後把這個資料照片名字都傳給他看 然後經過達賴認定是哪一個之後呢 大概可能的狀況他在跑去那個原來出身的那個 第十一四班禪的地方這個嘉麗縣那邊 然後做一些什麼關壺啦 藏傳佛教的一些動作 然後呢後來其實已經選定了 最後第十一四的這個班禪 就是庚登雀吉尼馬 那可是呢當時他也要跟北京講好 這是達賴選的啦 這是達賴選的 不是中共認可的啦 不是中共認可的啦 這只有主權統治權是真的啦 對那因為當時他就跟北京講說 欸達賴也認為這個是 他們認為可以是等於是第十一四班禪 確定他是轉世林童的這個人選 可是中共就認為說你還是要用金平撤簽啊 你不能說把達賴承認就是他啊 可是達賴後來就透過洽詐的默契說 你們不認定的話 我這個1995年我三月我就要承認他 就是那個這個第十一四轉世班禪 因為這個第十四的雀吉尖戰 那個班禪 他已經這個原籍五六年了 你必須在五六年內趕快找到轉世林童 要不然會有這個制度大亂 那後來沒想到 在達賴跟中共嗆聲說他三月要宣布 他真的在這個印度流亡的這個西藏政權那邊之後 他就開始透過這個藏羽的這個電台 廣播電台就宣布說 他承認第十一四的轉世林童 就是第十一四班禪 這個根登雀吉尼瑪 喔這個消息一出來之後呢 老公非常的不爽 他就認為說我叫你要金平撤簽你就不同意 對你就偏要用這種方式 然後他就不承認說這個是假班禪 那原來夾在中間那個 那個恰雜人不就他就給雖 本來叫我去找達賴也同意 然後北京說我來處理就好了 結果沒想到最後他被北京抓起來 這就是政治了 就是被消失了 然後判刑判了六年 說他判亂罪 然後又是這個洩漏國家機密等等 然後剝奪政治權利三年了 可是就算關了六年之後 他出來據說還是被軟禁到今天 那後來北京在通 目前還是人間蒸發 對其實還是找不到他 後來北京其實在1995年5月17號 把達賴認定的那個庚登雀吉尼瑪 那個真正的這個班禪 他說他是假班禪嘛 因為那時候他年紀才六歲 可以說是最小的政治犯 他就被帶走了 帶走了一直到今天據說已經30歲了 很多人說他到底下落不明啊 後來老公在1995年11月那一年 年底他們經過清平撤簽 選出來三個轉世靈的候選人裡面 選出了一個叫做雀吉捷步 認為是十一世班禪 說就是他 所以後來他當上了這個 中共認定的班禪之後 可是在藏族跟他們流亡政權 這藏族真正的人民 他們心裡面會講說 一個是漢班禪 漢朝的漢 就是說你漢人選的班禪 也是藏族認為這才是假班禪 就是後來老公認定了雀吉捷步 可是另外一個 源自然達賴認可的那個真正的班禪 他們叫做藏班禪 他不見了 他不見了 跟燈雀吉捷 可是後來老公的官方媒體 他們一些什麼 這張電視台 新華社有在那邊 故意報導他說什麼 他可能是在西藏念了一個高中 他的兄弟姐妹也都出社會 正常工作跟一個平凡人一樣 所以他只想過平凡人的生活 可是其實在大部分的藏民心目中 還有這個 包括達蘭莎拉 還有這個包括西藏流氓政權 還是認定說 當初達賴認可的第十一世班禪 是跟燈雀吉捷